大家好我是奥雷 从几个月前开始就有不少观众 叫我在愚人节那天做异度空间的视频 以此纪念张国荣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那么今天我就讲讲这部电影 小林的父母离婚后便抛弃了小林 他们各自找到幸福后就移民国外 留下小林一个人孤苦无依 因此让他养成了古怪的性格 他的男友受不了最终和他分手 一天小林出来租房子 房东老猪一顿海吹 总算让小林租下了这间房 随后小林便搬了进来 晚上小林在镜子里 看到了一个正在戳早的汉子 随后又听到各种怪声 原来这些年 他一直被身边的鬼魂所骚扰 男主名叫小罗 小罗是一名心理医生 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 认为鬼神只是人类幻想出来的 一天小罗的朋友老陈 给他介绍了一位病人 这位病人就是小林 小林之前看过不少心理医生 但是都没有治好他 他能看到鬼 但是周围的人都不信 小罗为了让他坦诚相告 便说自己相信鬼的存在 这样好跟他拉近距离方便治疗 聊天过程中 小罗注意到 小林似乎割腕过好几次了 晚上老猪邀请小林一起吃饭 小林问他 照片上的人是谁 老猪说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几年前他们在公园玩的时候 遇到了泥石流 当场被活埋 老猪一直觉得他们会回来 所以在门口摆了他们的拖鞋 每次煮饭也会多煮一点 怕他们回来没得吃 回房后 小林又遇到了鬼 这次他看到了老猪的妻子和孩子 小罗接到小林的电话后 飞速赶来 在他房间里寻思了一圈后 什么也没发现 小罗告诉小林 一切都是你的幻觉 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 为了让小林知道世界上没鬼 小罗便在他家里放了一台摄像机 好记录一下家里的情况 自从认识小林后 小罗的精神也开始出现问题 于是开始大量服用镇静剂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小罗和小林两人见身情愫 小罗此时想起 医生是不能爱上病人的 于是告诉小林 要保持距离 成功把小林气走 晚上小林再次看到了鬼 随后割腕自杀 幸好老猪及时发现 把他送到了医院 小罗发现 小林之所以会幻想有鬼 是因为他受到了老猪 和楼上的邻居的影响 于是便警告了两人 原来小林会把看到的 听到的幻想出来 因此会看到所谓的鬼 小罗还叫来了小林的父母 父母都没想到 自己当初离开 会把女儿害得这么惨 于是向女儿道歉 小林发泄完后 终于战胜了心魔 晚上老同学给小罗打电话 叫他来参加同学聚会 在路上 小罗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小美的鬼魂 小美是小罗在学生时代的女朋友 后来二人分手 小美跳楼自杀 小罗十分愧疚 从此不再谈恋爱 为了忘记这件事 他选择用工作和学习 来占满自己的时间 使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 直到遇到小林 和他在一起后 小罗又想起了小美 为了治好自己的心病 小罗竟然选择 用电机的极端方式 治疗自己 还好同事及时发现 还帮他保密 使他免遭处分 不过这种方式 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小罗找到小林 小林已经不再是他的病人了 二人可以在一起了 然后就是一段恋爱戏 二人确立了关系 一天小美的父母看到小罗 冲上来就教训小罗 使小罗再次想起了小美 后来小罗开始梦游 整晚翻箱倒柜的寻找 和收拾关于小美的东西 一直找到天亮 小林把这件事告诉了老陈 老陈以为是小林又病了 不相信他所说的 直到小林拿出了录像 小罗知道自己梦游后 大发雷霆 老陈把这件事告诉了丧失 上时知道小罗精神方面出现问题后 便给他放了长假 其实上次他私用电击器的事 已经被上头知道了 小罗想治好自己 因此不能再和小林在一起 于是选择和小林分手 第二天一大早 小林看到小罗一个人 饰演两个角色在梦游 清醒后小罗陷入崩溃 因为小美来找他了 紧接着小美登场 不过从一些细节上来看 小美的鬼魂并不存在 他是小罗幻想出来的 接着小美不停的封小罗的走位 把他逼到了当年小美跳楼的地方 眼看必无可避 小罗便诚心向小美道歉 小美也想起了当年的往事 最后原谅了小罗 最后小美走出了阴影 对小罗说 我已经不爱你 我不要你 随后消失 小罗也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最后小林把小罗从楼顶边缘拉了回来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里并没有鬼 都是两位主角的幻想 不过这部电影的处理方式 能让很多人接受 因此可见 就算恐怖片结局是做梦 幻想 精神病等一些常见套路 只要电影做得足够好 依旧是一部好电影 那些说因为某些规定 结局必须是常见套路 所以中国内地出不了好的恐怖片的人 要反省一下了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今天是最后一期视频 我在国外有个身家过兆的远房亲戚去世了 他临走前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 所以谢谢大家这几个月的陪伴 接下来是最后一期的微博问答环节 不是哦 服装店是朋友打理 我负责宣传拿抽成 好了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感谢大家这几个月来的支持 谢谢 最后是广告时间 奥雷服装店霹雳无敌爆炸棒 欢迎来选购 大家好 我是拿言 和你一样 我们也喜欢看奥雷讲那些童年不敢看的 错过的电影故事 而要想知道什么手机更好 就来看科技美学的视频 加油